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我交拳交这样久哦,他们出拳头哦,他们不会抓拳头 其实拳头你们是要这样,不要放进去里面,因为你放进去里面的时候 你去打人的时候,这边会断掉 所以很多小孩子交的时候,他们的拳头有些是这样的 这里也是,假如你这样的,所以我们的拳头是要抓紧先 抓紧放在旁边 然后很多拳头,假如你们不会打,我们都是 或者那些女孩子,你看他们打吗 所以我们原先不是直拳的,直拳会比较坏吧 哦,直拳,OK 哦,直拳,然后等一下我叫我儿子过来,就是我叫了儿子 你儿子跟你学了多久啊? 我儿子不跟我学 帅吗? 好帅! 儿子叫什么名啊? 凯健 凯健,哈喽凯健 你好 你好 看吗? 看吗? 坐下 看吗? 没有,就是他妈妈教过的孩子,我也是丢他去给我的教练教 他现在是黑带了 哦,黑带 嗯 很简单的,到这边 很简单,我们教你四个blocking先 我看不到凯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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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OK 很简单的,看他的手就好了 就是很多人 我们四个,就进来一点看不到你 可是现在人家打你一发 你要怎样? 是吗? 就顶啊 就要顶,但是你不会顶吗? 你不会顶的话,所以你就是这样转出去,就是人家打你一发 你要顶哦,然后顶了你就可以打回他咯 这很简单嘛 然后就好像人家打你的头,你要学 多一点 然后,打回他 他打回我这样咯 好,OK 很简单 另外这首要准备,OK 就是你要准备咯,就是你要block了他,你打回他 这个是最基本的啦 然后我们打蓝一点的,就是当有人抓你的手是这样的时候 OK 嗯 啊哈 要抓你,你要怎样去,去拉走他 嗯 啊,你抓我啦 哈哈哈 啊,你看 就是你看到这里四个手指吗 OK 嗯 啊哈,这里只有一个手指吗 这里这里 嗯,OK 就是很简单,你不要从四个手指那边处 你从一个手指那边转出去,你就转到了 哦,OK 从一个手指那边转出去 就是一个手指的力量不会 呃,没有这样大,四个手指拉住你就什么 所以,有些人真的很大致,好像我这样大致的你要怎么办 对 你就要用两个手,就是现在他两个手来抓住我 嗯,OK 你就拉你的这个五指,你两个手这样抽出来 哦 你可以,等一下你可以叫你先生气示范一下的 就是两个手直接拉出来你就可以了 啊 嗯,所以我们,智慧术是,然后你要会 呃,血位 就是好像很多时候人家抓你这个 嗯 对吗 然后我们去,我们会去按他的 啊,你看我儿子的 啊 哈哈哈 反正我们自己按自己 我们自己按自己,自己都会痛的嘛 都,对,都会酸 然后我们去拗,我们拗那个手指出来 就是拗 嗯,就是现在这个嘛 我按了,我要拗他的手指出去 嗯 就会,有些,但是有些人的手指会 可以,可以 哈哈哈 我真的有看过一个学生是这样的 嗯 啊 其实我觉得,智慧术其实最重要的是 对我来讲,我每次跟我的学生讲 36G走为3G,假如可以不要动手就不要动手 好,先 不要动手就动 嗯 对对 然后你们的,尤其你们的手指 其实也可以拿来当武器的 嗯 嗯 那,铁匙啊,铁匙还是什么啊 就是好像我,因为我是住那种fat row的嘛 所以比较危险 所以每次我,我就会拿 这样子 哈哈哈 我就会拿住那个铁匙这样 哈哈哈 就是,夹住在我的手那边 就是假如真的是后面或者前面有人来 你就拿住那个铁匙 嗯 所以啦 像那些啦,这个是厕所时,你就要拿 拉住这样 就是你走回家的时候 然后他,那些人来,你就是中一拳打过去 因为这个铁匙是铁来的嘛 嗯 你就会这样插进去 对,就是想想,学会了吗 拿一个铁匙这样子打上去 就不要有力 嗯 然后你要知道,我们其实 对现在可以 我们是有落点的,其实就是我们的中间线 嗯 ok 你要打的落点不是打我们的手臂啊 还是打我们的旁边啊 还是打我们的肥落没有用的 这是你要打中我们的落点 就是我们的壁是我们的人中 尤其是这里,这里一打就断 人就死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的铁匙盖住了 然后还有下面那蓝人的下面 这边 还有我们这里 这里是比较难打啦 因为这里是假如我们飞 你是打不到的 还有下面咯 下面不管女孩子男孩子都是很痛的 ok,刚才你说可以重复一下吗 你叫打脸哈 你是说打脸吗 中间 打脸中间 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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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中 人中 这边 还有这里 肩部 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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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肚子很难打 因为 假如我们家被你打不进我们 对 还有下面 就是中间 中间是我们的 就是中 啊 OK 就是最脆弱的地方啦 就是鼻子 然后人中 然后顶部 然后在胸口吗 呃 不叫胸口 那个叫什么了 呃 小腹 腹肌 不是 不是 呃 平静那个肚子里 忘掉了 平静 呃 那个地方我忘记叫什么名了 然后下面咯 下面 所以你们要会 要会 然后我们的kawai 那种嘛 嗯 那种 所以假如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哦 你们要冷静下来先 嗯 冷静下来先 然后你要看你可以从哪里下手 嗯 不要 不要随便的去下手 你去打他的手啊 背后啊 没有用的 是因为 没有感觉 像我这样大致的 我去捞住你 假如拿不到我的落点 嗯 我是 就是 就是这样抛住你走了 嗯 对就是 尽量在中间的部分 就是有的 就是 呃攻击他们的中 中间的部分啊 对不对 尤其是这边啊 尤其是颈部 ok 嗯 就是这边 假如 这边假如 其实这里是最危险的 假如这里真的是 断的话 是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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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现在看到了 所以呢 嗯 这个就是 这个是什么事 这个 红穿 这个 其实我也忘记 是 他们 他们哪里排下来的 哈哈 其实我也是 很潇洒 很潇洒 然后这个呢 嗯 这个 我去英国打比赛 啊 这个是英国公开赛 啊 这个呢 这个是什么 几岁的时候 这个时候去打奥运会哦 哇 打奥运会 哈哈哈哈哈哈 我帅气 这个 这个呢 这个呢 这个去打大马运动会 那时候真的是很年轻 十六岁 十六岁了 啊 十六岁 这个呢 这个东运会 东运会 ok 然后这个呢 这些是我的学生哦 这个就 呃 甲洞三校的 运动会的时候 哦 甲洞三校 他们 三 运动会的时候 也是要穿 他们有比赛 对不对 呃 他们表演 就是每一个学校都会要求我们 跆拳道表演 嗯 嗯 嗯 这些小朋友都好幸福 这个就是在甲洞三校那边呢 练习 你看几多人 现在甲洞三校很多人 嗯 因为嘛 社里很出名嘛 对不对 这样不是的 其实家长很厉害的 他们 他们知道哪个教练教得好 嗯 他们就会陷那些孩子去 对 所以刚才你 刚才说的就是 文化就是礼仪 延迟 忍耐 客气 百折 不劳 是不是 对啊 嗯 这五个很重要 对对对 那我就看一下最后一个 那时候你是你脚 就是 受伤吗 对啊 嗯 现在都 完全好了哈 Brian C 这个是你的学生 对 其实看到学生 拿到奖 奖牌 就是一个 就是很大的安慰啦 对不对 可以这样讲 嗯 嗯 所以呢 对啊 他们真的是 他可以他 学了多久 这个Brian C 这个Brian C 现在是我一个助教来的 哈哈哈哈 一个教练的 他其实是七岁开始学 七岁 七岁开始学 但是 他去跟我的另外一个教练念念 然后念了过后 然后他十六岁回来跟我 这样 啊 然后我现在开始念他做教练 其实 跆拳道不只是练习 for健康 还是什么 其实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嗯 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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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